我们叫做感恩 师父说我们要感恩成就自我的姻缘 那么今天呢 我们要继续来谈一谈感谢 那师父在上一集里面也提到 所谓的感谢呢 就是要感谢 让我们有奉献成长的机会 这是什么意思呢 让我们继续请教上演法师 师父您好 先生你好 是 师父 我们他们觉得奉献是别人要感谢我 为什么我奉献了 还要感谢别人给我奉献的机会 奉献呢 是指定要做的事 给我机会奉献 给我机会让我愿意做的事 希望做的事 这个我应该感谢的 比如说 作为一个老师 希望教书 可是呢 没有学生可以教 那这个是 这个老师就不成为老师了 因为有学生 让自己来教 所以是呢 直接有奉献的机会了 就应该感谢这些学生 我们做一个 这个公务员来讲的话 公务员需要 有服务的对象 他的服务对象就是 这个人民 那如果没有人民让他服务 人民大家都不让他们去服务 那这个官员 他就没事情好做了 应该要感谢 人民呢 给他们服务的机会 这个是 通常的一些 做官员 口头传 感谢 让我有机会服务 这个是不是 他抱着感谢的心 不知道 反正他嘴子这样子 讲那么甜 讲的是那么 这是正确的 师傅让我想到 那我们应该要感谢 我们的观众 对啊 所以我们这个节目才能存在 对 没有观众 那听 那就是 那我们这个 这个节目也不存在 所以应该感谢 对 没有错 我们凡是 自己要奉献的时候 没有人 去受的奉献 那这个 自己的奉献的力量 就不能表现出来 就不成其为奉献 还有呢 因为 有人需要我们奉献 所以是呢 我们 把 不够的变成够了 没有的变成有 自己不能的变成能 无知的变成知 这就是我们成长了 所以在奉献之中 是能成长我们自己 成长我们自己的 慈悲心 成长我们的智慧 成长我们的道德 成长我们的功德 所以功德 这是很抽象 但是呢 道德也很抽象 但是呢 所以智慧 或者是呢 技能 或者人格 慈悲心 这些成长啊 都是非常 非常值得感谢的 如果没有对象的话 就没有办法感谢 因此呢 这个 这个 这个福法里面 告诉我们 菩萨 是以众生为福田 有机会让菩萨来成就 菩萨如果没有众生 菩萨不能成佛的 所以是呢 菩萨度众生 应该感谢众生 不是需要众生感谢他 因此这一方面呢 就是讲的 成就和奉献 奉献呢 就是自己付出 给他人 那成就呢 有时候又不是奉献 成长呢 有的时候也不是奉献 而是呢 这是 逆境的 顺境的 一种帮助 我们在上一节里 讲感恩来 感恩就是 让我们成就 让我们成长 但是感谢呢 我们也要感谢呢 任何机会 让我们成长 让我们来成就 让我们成熟 也许这个机会 有时候也许是一个 挫折 逆境 一个逆境 有的是顺境 有的是逆境 逆境就是 也是我的挫折 那挫折 就是打击 批评 毁谤 妒忌 压迫 抗拒 抗争 这些都是逆境 逆境 往往呢 是我们成长的 这些 因缘 这些机会 我们都应该感谢 是 师傅你这句话 对我的启示相当大 因为通常我们在做工作的时候 我们会讨厌批评我们的人 我们会讨厌反抗我们的人 我们会讨厌那些反对我们的人 可是师傅说 事实上我们反而应该去感谢他们 因为他们这样子 反而使我们能够成长 是不是 当然 是这样子 可是呢 也不是说知道苦吃 有智慧的人 有智慧的人不是说 专门叫人家来反对自己 专门制造一些 这个 不必要的困扰 让人家来麻烦自己 困扰自己 这是错的 但是呢 在一道的 我们已经尽心尽力了之后 还是有许多的 这个打击 批评 这个 和 抗争 那这样的情形怎么办 这样的情形 是当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 是很痛苦的 是非常痛苦 但是心里要想到 赛翁是马 也只恢复 在逆境 不一定是坏事 往往 你能够把 能够把那个什么 这个阻力 化为 阻力 阻力 逆境 逆源 可能就变成了 你在一生之中 最好的贵人 最大的祝愿 最大的祝愿 因为这个是转利点 那你得看看 你怎么处理法 所以我们呢 常常讲 没有智慧的人 没有智慧的人 也没有慈悲的人 往往会把 顺缘 造成了逆缘 有智慧 有慈悲的人 往往就能够 把逆境 转为圣境 把敌人 变成有人 把主力 变成助力 助援 把逆缘变成助援 逆缘变成助援 所以这种啊 所以说我们呢 常常要存着感谢的心的话呢 一定会能够把逆缘变成助援 是 现在是不开事 的确呢 我们要常常存着一份感恩的心 即使是活法逆语言的时候呢 我们也要感谢 因为呢 也许就是我们成长的最大的努力 我欢迎你在下一集 继续跟我们一起分享 活法的智慧 实时怀着感谢的心 感谢一切的顺缘和逆缘 因为逆缘呢 有时候呢 往往是帮助我们成长 最大的助力 可是我们都知道 人都很害怕挫折 很害怕困难 那怎么样画逆缘为助缘呢 让我们继续来请教圣阳法师 师父您好 师父好 师父 说画逆缘为助缘 我觉得讲起来蛮容易的 可是实际上啊 要做到 恐怕要有一番心灵的力量 师父能不能举一些实际的例子 或者您亲身的经历 来给我们做一点启示 我个人这个经验是相当多了 这个也可以说 一直到我这么大的年龄 快七十岁的人 这个逆缘它是常常出现的 并不是说那么的顺利啊 干扬事情那么顺利 所以得心运收 隧道渠成 我想得心运收隧道渠成 都还是需要有一段过程 我是常常把那个逆缘 把它当成一个过程 数位逆缘 也就是挫折 或者是失败 或者是打击 或者是呢 一种批评 或者是一种阻定 这都是逆缘 那有的呢 这孽缘呢 就是跟自己最基础 基础呢 最基础的最多的人 跟自己呀 最亲近的人 最亲近的人 就是给我们的 给我们的孽缘的 也就是说 托你的后腿 浇你的轮水 本来走得好好的 就一个人托你的后 把那个腿托了一下 比如说 我要去啊 山里头闭关 这是个好事情 是 很多人都应该是觉得 应该是赞成的 每一个人都是会赞成的 可是我进 我真正要到 山里闭关的时候呢 这个 这个宁缘就来了 有些人 我反对 说 这个 这是我最亲近的老师 跟我讲 他说 您是早死去 我们呢 要来个 从中国当初来 这个 这十多年了 我们都是老和尚 都很不容易找到一个地方 好好地修行的 你凭什么 年纪轻轻的 你怎么能够 就到山里面去修行呢 那个时候呢 他不是个 不是个讯息 而是给我一个处则 那我还是去了 进了山以后呢 我在很好玩呢 我在山里边 好好地修行 就有 有没有我最好的朋友 非常好的好朋友 他希望我出山来 结果怎么办呢 弄到一个 法院里的给我一张船票 哦 船票 法院里给我一张船票 那这个法院里给我船票的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啊 有一个 这个假的新闻记者 在那个时候有这种新闻记者 嗯 到处照耀床片 那么他也到了我们山 到了我们那个官房门口 他也是 在那骗着我 也骗我们这个寺院里面的人 那我呢 这个也 这个 把这个讯息呢 告诉了我这个好朋友 那我那个好朋友呢 知道了 然后呢 看到报纸上登出来 所以就某某一个新闻记者 假的新闻记者 做了什么事 他说 我想 不应该把我吹进去吧 哎 他就告诉 这个 法院呢 说是 我是证人 我啊 是证人 可以做证人 很证明 证明这些人啊 我是闭关的 无谜陀佛 那怎么办呢 啊 那后来呢 这个 如果说我不去 这个 做证 不去 不导案的话 是 那就 这个票又来了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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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去写一封信呢 给法院 法院 是说 是什么叫闭关 我们不懂 这个呢 有人说你是证人 就是要请你 要做证人 这 还是非去不可 但是你到什么时候呢 你 哪一天 一定要到 那 我这闭关呢 我怎么能去 结果呢 我也找了个立法委员 我写了一封信 给立法委员 结果这个立法委员呢 就到法院里去啊 嗯 就给我把这个案子撤掉 是 像这个 对我来讲 嗯 就是变成一个什么 他原来是一个逆源 也是个逆源呢 是 因为这个逆源 对我来讲 我就说 我说 闭关 非常难啊 第一 我上进山去 我的老和尚 有老和尚不赞成我去 我进了山已经在闭关了 还有人把我要从官方拉出来 这是 这是打击啊 嗯 但是呢 他开我玩笑的那个人 不算是打击 他开玩笑啊 嗯 他没想到这个玩笑开不得 哦 看得太大了 嗯 他原来就是想把你请出官去 对对对对 那我就 那我说 这样子一想 我说 这个 一年难得 我要好好的用功 在在官房里边 在修行的时候 如果真的出去了 什么这个出去 不知道 我希望能够三年 如果三年不到 就出去了 这个可惜 那 有可能就三年不到 这样出去了 我说一天 就是要好好用一天的功夫 嗯 就是非常珍惜 我的时间 就好像说 珍惜我的光阴 就是准备 准备马上明天要死掉一样 嗯 那是这种珍惜 那师傅 你后来到底 在闭关了几年呢 两个阶段 嗯 我还是出来了一下 嗯 三年出来了一下 后来又待了三年 六年的时间在山里面 六年啊 那收获已经非常的丰富 相当好 是 谢谢师傅开始 那么从师傅的开始里面 我们知道 我们不需要害怕逆远 因为逆远呢 其实也是可以帮助我们成长的 我们仍然要抱着感谢的心 更欢迎你在下一集里面 继续跟我们一起分享 博宝的机会 谢谢 接下来呢 我们要谈感化 其实我们常听到这两个字啊 我们常说 哎呀 某某人不好 所以我们要感化他 那我们也知道 特别为青少年 为受刑人 都有感化怨 那我们感化 到底是要感化别人吗 那我们来请教社研法师 师傅您好 陈小姐好 是 师傅我们常提到感化 可是提到感化的意思的时候 往往都是指的是 感化别人 那不晓得师傅 您提的感化 跟这样的感化 有没有什么不同 一般人感化 就像你说说啊 就是感化人 少年呢 有少年感化怨 或者是呢 有些犯罪的罪犯呢 给他送他去感化 比如说 过去有个火烧岛啊 绿岛啊 绿岛啊 他专门去送他感化去 感化那些大哥 悲道大哥 那这一个 这个为什么叫做 感化他们 因为这些人呢 观念有问题 我叫他们呢 这个观念能够啊 调整一下 或者是 纠正一下 我叫他们 接受一些 正确的观念 我想这个 也没有什么不对啊 不过像这样的感化 对于我们这个 作为一个人来讲的话 可能 并不是很正确 如果就是 讲的是 感化一定是感化人 而不是感化自己 那这是有问题 那随时随地 可能就是说 我要感化你 我要感化你 结果自己呢 不是我感化 那这是用一种 上对下的 或者是用一种 自己为事的 要一种 自己觉得 自己啊 是一个高人一等的 这种态度啊 这种 观念 去啊 跟人相处 教人要接受自己 就是感化 其实这是错的 真正的 从腹法来讲 感化 应该是呢 从自己内心做起 用腹法 来化解 用腹法 来 让自己感受 感化自己 用自己 来感受腹法 来化解自己的 心中的烦恼 或者心中的心结 心中的困扰 那都是用 用腹法了 来 用腹法的时候呢 你如果没有自己啊 亲自 去体验 你打个不晓得 腹法有什么好处 这次听到说 腹法 有些人说 我这个好人呢 我一辈子没做坏事 我不需要 新疆佛教 我也不需要 你们讲什么腹法 像你们这种坏人 你才需要 到庙里面去拜佛 你这种 这种啊 做了很多坏事的人呢 这心里的良心不安 所以到庙里 要去忏悔啊 像我们这种好人 一辈子从来没做坏事 不需要忏悔 不需要忏悔 我们也不需要 也要什么腹法 这种人 因为他们没有啊 体验过腹法 就没有办法 化解 自己的慢气 化解 自己的傲气 化解 自己的虚气 那 像他这种想法 这种讲法 像雷斯的这种人啊 他本身就是一种 自以为是啊 自以为是 自以为 觉得自己没什么问题 对 可是真正进入佛法 才知道什么叫 真的忏悔 什么叫忏悔 才感觉自己 真的要常常忏悔 真的要常常忏悔 这一般的人 还是听不懂 还是听不懂 你这样子讲 这是陈耀卿 大哥 你 你的这个 罪恶感很重啊 你才会 看到复发 要准备忏悔 其实我们不是因为 罪恶感重 而是呢 自己觉得 减联自己的 深口意 三种行为的时候啊 我们随时都在犯错误的 这头脑清楚的人 有智慧的人 对自己的言行是最清楚的 自己知道最清楚 才真的会发现啊 直接犯错误的很多 有这个 一个是信念的 念头的 一个是口头的 一个呢 是我们的身体的行为 这个 怎么样子再好的人 他一定会有 伺得人家不舒服的时候 伺得人家不舒服 那子鸡 也会觉得不舒服 当子鸡 伺得人家不舒服的时候 子鸡认为 没有错误 错误在人 这个呢 就是不慈悲啊 往往都是 人家有问题 这个子鸡没有问题的 那这种人呢 这是真正的问题的人 子鸡 不知道子鸡啊 深口意 三种行为 有问题的人 那个人是最大的问题的人 可是呢 一般的人不知道自己有什么问题 所以这个呢 我们要用复法来感化自己 只 看 至今 少微深入一点 以后啊 就能够检点自己的行为了 那行为呢 举心动念 都是行为啊 那 人与人之间的基础 互相 交谈 都讲几句废话 让人家不愉快 或者是 人家 讲了一些让你不愉快的话 你马上生气 这个当然是 好像 人家讲了 你的 以前话 你生气啊 你是应该的 其实生气是错的 人家讲话讲错了 那是他的错 是他的事 你生什么气 你一生气 你一生烦恼 你子鸡也跟他一样 凡是一生气 自己马上失去理性 失去理性的时候就会 乱讲话 乱讲话 口不遮掩 面孔也难看 这个面头也有问题 所以相对 类似的情形 那我们用佛法来 感化自己 体验 我叫做感 化呢 是 化解 为自己尝尝化解自己的问题 能够直接化解自己的问题 才能够去做成 这个化解他人的问题 能够如何晓得 化解问题的人 才最容易啊 能够化解人的问题的人 当然 我们子鸡的问题 不一定全部化解以后 才能化解人 只要知道 化解问题的方法 是很有用 你就能够帮助人了 是 谢谢师傅的开示 那么师傅告诉我们说 感化不是要感化别人 是要感化自己 要去感受佛法 体验佛法 然后呢 用佛法来化解我们内心的问题 很困难 那也欢迎你在下一集里面 继续跟我们一起分享 佛法的智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